欢迎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咱们会员专享翻牌节目时间了 在这个翻牌之前啊 还是先做个硬广 我们在4月14号到4月19号 组织大家呢 去保定 镇定 进行游学 这个策划呀 是很久了 从去年就开始 因为疫情呢 一直延宕 特别让我们感动的是呢 有几位这个网友啊 交了钱了 一直不肯退 就等着我们组织这个活动 我们这个 现在甭管是做节目啊 什么搞游学啊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呢 比较困难啊 幸亏有这些网友们 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一世父母 一直坚持支持我们啊 真的是这个特别的感谢啊 这两个城市呢 今天保定顶多 可能也就算是一个三线城市了 在河北 他都算不上什么大城市 那正定就是石家庄 下面的一个区 但是在历史上呢 都是著名的古城啊 所以我们这种看古迹的游学活动 最好就是去这种历史上 特别发达 后来衰落的地方 这样的话 他大量的古迹就能保留下来 你比如说像这个 正定的这个龙兴寺啊 毗卢寺啊 像这个三塔呀 特别是那个开元寺 除了看塔 还看他那钟楼 那个钟楼一寺是唐代建筑 所以那个就是太太了不起了 要真是唐购的话 是吧 然后保定像直立总督府啊 廉池书院啊 这个中山静王牧啊 清西陵啊 这些我们都会去到 所以如果呢 您感兴趣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就可以报名了啊 期待在保定正定 跟大家相见啊 好 那咱就正式开始翻牌 看看会员朋友们 在最近的节目当中 有哪些有才的评论啊 呃 这个会员朋友 呃 S M P L E DORA 问了个问题啊 说清末 乡军 怀军 包括后来的甘军啊 一开始都是私人团练武装 那这种情况下 这些部队 在朝廷那边是什么编制 再比如说军官是什么官职 这个朝廷鼓励你 办这个私人团练的时候 他就是给你勇赢的编制 所以你看那个 比如绿营兵 绿营兵那个号衣上面写的是兵 如果乡军淮军呢 写的是勇 他说勇赢的编制 就相当于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非正规军 非正规军 至于军官的官职 那什么都有 提督总兵 副将参将 那就看你是领多少兵 就给你多大的官 什么官职都有 所以你看那个 朝廷平定长毛撵贼之后 是吧 冀明提督有六百多人 那当时全国实际的提督 只有陆路十七元 水路四元 一共只有二十一个 结果有六百多人 有这个提督衔 是吧 然后冀明总兵有一万多人 十缺总兵只有六十一个 是吧 所以那个就是说 那个等于这个官职 就太烂了 就不值钱满天飞了 就这个意思 会员朋友 MONSONYU 问了个问题 说俄罗斯总统 普京宣布 一月七号 庆祝东正教圣诞节 停火 那为什么东正教圣诞节 跟基督教的耶诞节 日期不一样 因为这个东正教国家 使用的是儒略力 就是罗马帝国 就是凯撒制定的立法 而这个基督教国家 它使用的是这个心力 也就是这个格力高利利 在这个15世纪 那时候罗马教皇格力高利 他创立的这个立法 那么这个儒略力 跟格力高利利 差13天 所以这个格力高利利 12月25号 过圣诞节 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公历 那你加13呢 就是1月7号 就跟那个俄国 十月革命 那他爆发的时间 是在这个俄历的 10月25号 但是公历呢 是11月7号 就是这个道理 好 这个网友朋友 爱跑者问了个问题 说西汉能够成功处理七国之乱 中央政府收回地方诸王权利 但是呢 唐中叶所发生的河北四镇割据问题 相伴唐朝灭亡都得不到解决 细看两段历史 西汉七国割据范围跟实力 都强于唐中叶时候的河北四镇 为何会出现结果如此不同 请老师解答 七国之乱的时候啊 中央政府强大 七国势力弱小 这个汉帝国刚刚建立 然后呢 他虽然是这个郡国并行 但是经济重心 还有这个政治重心 包括精兵强将都在朝廷手里 克服了最初的慌乱之后 很快就把这个叛乱就平定了 而这个河北四镇割据 是安史之乱的延续 河北四镇约都是这个史思明部将 是他们杀了这个史朝义 然后呢 才算结束了这个安史之乱 这个安史之乱之后 中央朝廷已经这个名望尽失 已经威风扫地 而且呢 这个实力大损 不但这个地方有翻阵 然后西边土拨大举的这个入侵 这个河西拢幼全部失守 所以朝廷是内忧外患 实力已经大不如人 而且他也不只是河北四镇割据 像什么淮西啊 镇海啊 很多节度史都在割据 那这样的话 你平定这个叛乱 就是牵一发动前身的事 等于是地方实力强 中央实力弱 所以这个河北四镇问题 跟唐朝相识中 你根本就解决不了 我们要组织大家去那个政定 那就属于成德节度史的地盘 就是河北四镇的这个核心 就是这么回事 这个 会员朋友XTREMZERO 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朝鲜历史上 比越南独立的时间更久 自古捷翱不驯 为什么李氏朝鲜建立之后 儒家思想和忠于大明的 世大派儒生成了朝鲜今后几百年的主流 同样是儒学思想的越南 却屡屡不鸟中原皇帝 这个呢 是跟他的这个地理环境啊 包括跟这个中原王朝 对他的重视程度 其实是相关的 越南那个地方 这个天高皇帝远 卑诗水热 中原对他动兵呢 就很容易失败 基本上自打他独立 中原王朝对他动兵 就没有成功过 那你甭管是五代十国 还是北宋 还是元 还是明 还是清 对他动兵就都没有成功过 朝鲜呢 毕竟就是一江之隔 然后这个历史上 从这个中原王朝 从这个三国时期的公孙氏政权 到最后的隋唐 再到辽金元 对他动兵都成功了 都成功了 所以这个 可能他有心理阴影吧 因此他对中原王朝就势大制成 所以他就只能称王 越南呢 就是内地外王 对中国称王 自己称帝 就是可能因为他也有这种 这个骄傲的资本 就是你明朝什么 你谁打我 你都没成功 所以我自己当皇帝 你也把我怎么着不了 是这个意思 会员朋友这个有 问了一个问题 说奥地利帝国 他没有海外殖民地 为何可以挤身世界列强之位 其实德国能够挤身世界列强 也不是靠着海外殖民地 德国的海外殖民地算什么 非洲 大西洋上 吃人生番 盘踞的地方 不是说就有殖民地 就才能挤身世界列强 那那个俄罗斯也没有海外殖民地 对吧 他都是把这个领土直接吞并了 就扩张到自己的手里来了 他不也是帝国主义六强之一吗 所以有没有殖民地 跟是不是世界列强 这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所以这个 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这个 会员朋友 WA LTE二流 问了一个问题 这个 说中国历代 都有文字玉 但似乎只有外来势力 就是清朝 跟皇帝是草包 明朝才有满门超展 我这样的理解对吗 你这样理解不对 他是跟君主专制的强化有关的 对吧 君主专制越强化的时候 这文字玉就苛酷 越苛酷 你看宋朝的时候 他就是这个乌台诗案 那个时候 皇帝你不能杀士大夫 所以你不可能杀苏氏 是吧 他那个就是跟你这个绝对君主制的建立有关 跟你是不是外来政权 是不是草包关系不是很大 呃 会员朋友 LEO 恩林 问了个问题 说秦治2000年 里面写这个商鞅管仲 主张愚民 提出了这个国富和贫治 就是希望百姓刚刚生活在这个温饱线上 可管仲还有一句话叫苍脸时而知礼节 衣食足物而知荣辱 那那么这两点呢 是不是矛盾呢 不矛盾啊 那你看什么语境 此一时也 彼一时也 再有你看他说话的对象是谁 跟谁说的 不能这个断章取义 不能单摆福哥 再说中国这个 其实自古以来就是外儒而内法 那就是说这个儒家是教化百姓的 法家才是核心嘛 是吧 会员朋友 Liang赵问了个问题 说为什么在中国古代思想观念的发展 在春秋战国时期那么发达 如道法 如果说是地方自治导致的 为什么同样在中央集权很弱的 就是商周时期 那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 没有什么大的这个进展 商周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萌芽时期 那正是由于商周时期的积累 或者说这个积淀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才有了一次大爆发 那至于这个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 已经是儒家一统天下了 汉武帝 霸绰百家 独尊儒术 其他的学术都已经示威了 那所以他再怎么分裂也不可能出现什么新的思想学术 好 那会员朋友们问的问题呢 咱们今天就回答到这 那这个看下一期有什么更好的问题 咱们接着翻牌 谢谢会员朋友们